有時一咳就停不到 令到人覺得很煩和無奈 但你知不知道 飲食其實都可能加重 甚至令到你咳咳呢? 台灣營養師林西漢 就分享了七大 令到你咳的食物 首先就是甜食 雖然適到的遮糖 可以降低喉嚨的敏感度 蜂蜜 也可以幫助舒緩咳嗽的問題 但甜食 大部分都有人工添加物和油脂 容易引發過敏性的吸收 或者加重化炎的問題 第二就是油炸食品 炸物 通常比較乾和硬 容易刺激口腔和食道黏膜 之後就是辛辣的食物 容易刺激食道黏膜 加重化炎的情況 第四就是高造積胺的食物 如果本身本來就是敏感的體質 遇上花粉 灰塵等的過敏源 就容易因為身體裡面 釋出大量的造積胺 而有紅腫 發氧 流鼻水等的問題 這個時候 建議避免食用高造積胺的食物 好像加工肉 發酵食品和酒等等 第五就是易碎 或者鬆散的食物 吞煙困難 又或者喉嚨痛的人 吃餅乾 高餅等等易碎 或者容易產生一些碎碎的食物 很可能因為會觸到 而人發吸收的問題 第六就是冰品和冬野 他們會刺激呼吸到 因而加重了咳嗽的問題 最後就是容易引發胃酸倒流的食物 胃酸 或者胃中的酸氣 刺激到食道神經 可能會令到你咳不停 所以如果 是飯後容易咳嗽的人 就要注意了 咖啡 巧克力 汽水 番薯 以及一些過酸的食物 也會較容易引發胃酸倒流 他建議應該先減少食用 也要注意吃飯時 要慢慢嘴嚼 不要一次過吃太多 飯後兩個小時內也不要躺平 以防胃酸液流 引發吉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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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